如果让我推荐一部最好的日本电影 那我一定会选择人生中最棒的领域 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示了 生活中可以获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杳无人计的巷子里 一个女人拖着行李箱独自走着 远远地看着自己阔别已久的家 因为这是她结婚后第一次回家 随着门铃的响起 正在工作的父亲打开家门 看着拖着行李箱好久不见的女人 她怎么都笑不出来 父女俩在门口一顿尴尬寒暄 可以看出他们不很清静 父亲好奇的则是 你怎么回娘家了 离婚了 丈夫出轨了 还是怎么了 女儿说没事 就想回来住一段时间 搞得老爸一头雾水 进屋后 女儿也有惊讶的发现 母亲在去世前负责料理家事 父亲从不插手 女儿想着没有母亲的厨房 应该是冷清至极吧 没想到厨房里工具齐全 生活气息盎然 她问父亲是不是有了新伴女 谁有谁 谁有谁 你让她告诉你 什么意思 在这里 父亲听后大笑 原来爸爸上了烹饪课 亲自下厨房 而且手艺不错 并向女儿炫耀刻有自己名字的刀剧 女儿了解后哈哈大笑 原来自己父亲还有这么可爱的 笑累了的百合子向父亲撒娇 想要父亲给自己做饭 父亲嘴上抱怨着牛 手上却情不自禁地拿起了围裙 百合子看着满桌子的饭菜 简直难以置信 他还是第一次吃父亲做的饭菜 边吃边哈哈大笑 百合子的笑声引来了隔壁阿姨 两人一起嘲笑起了父亲 看着眼前哈哈大笑女儿 父亲依旧很是困惑女儿为什么回来 就这样过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 父亲给百合子做了美味的早餐 吃完饭还带着女儿出去散步 去蛋糕店买蛋糕 去书店看书 就算是和好友相约喝酒 还不忘记买菜 好友不明白怎么变成这样 父亲解释妻子在的时候 一直在享受她的付出 妻子走后女儿出嫁 就剩自己在家里有些孤独 所以开始自己做饭做家务打发时间 体验下妻子的生活 但是后来发现 做饭也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随后两人各自说起了女儿的事情 经过对比 发现还是自己的女儿懂事 但同时也发现 自己和女儿的相处模式有点生疏 而且自己还没弄明白 女儿为什么突然回来 于是打算去墓地找自己的妻子说说 刚到墓地 父亲发现女儿在去世的妻子墓前痛苦 女儿的哭声像一把剑刺在父亲心上 她知道一定是有事 既然女儿不说 她就动身坐火车去找女婿 父亲退休前是大学老师 翻一家 女婿曾经是她的学生 看着岳父的到访 心里已经猜到她的蓝衣 他们来到一家咖啡厅 父亲直接开口询问 尤其子突然帰ってきた 大きな荷物持って でも どうやら 何か事情がありそうだ だから 君に聞いてみようと思った 何もありません 本当に何もないんだったらいい でも そうでないことは 君の顔を見れば分かる だったら 虽然之前百合子交代不让女婿说 但女婿还是说了 原来女儿得了癌症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父亲过了很久才睁开眼睛 不敢相信 后来知道女儿有个遗憾 记忆中没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记忆 他希望把剩下的这段时间的一半 作为礼物送给爸爸 去创造一份父女的美好记忆 我母亲和我 有很多时间 但是我父亲和父亲 父亲强忍泪水 他问女婿女儿还能陪自己多久 女婿说不会很久 父亲这时内心几乎崩塌 带着悲痛的心情回了家 在家门口调整状态时 听到了百合子欢乐的笑声 此时家里正上演着一场模仿秀 不想被回家的父亲打了个震撼 父亲面对他们的大笑 也假装严肃地配合起来 就这样 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 父女俩在书房里各自看自己的书 明明两个人心里都藏着事 却因为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这件事又彼此沉默 父亲想的既然女儿 不希望自己知道这件事 那自己就假装不知道吧 和往常一样 父女俩该逛街逛街 该逗嘴逗嘴 甚至还让女儿帮自己做饭 父女俩一个切菜一个煮汤 这温馨的一幕都被百合子看在眼里 吃饭时父亲问女儿 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百合子说有一家饭店 很想叫爸爸请他去吃 第二天他们来到那家饭店 父亲像小时候那样 给百合子点了他喜欢吃的菜 之后又找到女儿 想叫他参与自己的翻译工作 父亲工作有个习惯 一般不会见年轻作家的书 但这次他想听听女儿的建议 百合子很是惊讶 父亲居然破天荒地问自己的建议 感觉很有趣 同时也明白了父亲可能想弥补自己 回忆着父亲这些日子里的行为举止 突然又想起和丈夫电话里的不自然言语 明白了父亲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但他们都默契地没有说 默默地创造着属于他们彼此最后的回忆 翻译结束的那天 父亲罕见地做出一个机掌的手势 百合子眼眶微红 和父亲积了下手掌 仿佛所有的语言都在这个机掌中 家里弥漫着悲伤 每当父亲听到百合子被病痛 折磨到压抑的声音时 父亲都悲痛欲绝 百合子的时间不多了 他跑到家门外给丈夫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是时候回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丈夫强忍情绪 明白百合子的时间只剩不到一半 挂断后丈夫再也忍不住跪地痛哭起来 离开前百合子给父亲做了最后一顿饭 是妈妈生前的拿手菜 父亲还询问怎么做 这也是百合子留给父亲的最后一个礼物 一道由妻子发明 女儿继承家常菜 他继起围裙 像往常一样吐槽着女儿的手 但是这次并没有等来女儿的回应 只见一阵沉默过后 女儿说自己明天想回去 父亲顿了一下后 面上平静地说好 但其实精神早已崩溃 还强装镇静地邀请女儿明天去听洛宇 明日落語を見に行くか? 最后一顿晚饭异常的安静 父女俩没有任何交流 第二天他们来到剧场 讲的是自己离家后回家探望父母的故事 台上精彩的表演逗笑了台下的观众 可百合子此时已经听不清演员说了什么 台上落雨 台下落泪 生离死别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百合子的眼泪借这场表演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也想像台上演员说的那样一直留在父亲的身边 可是为了给这份最后的美好回忆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百合子只能强忍泪水 用笑意掩饰痛苦 父亲看着强撑着的女儿 脸上呈现了无奈何的心酸 可还是只能和女儿一样 笑里藏泪 离别时刻终于还是到来 父亲和女儿没有抱头痛苦 没有热泪煽情 百合子对父亲鞠了一躬 说了声谢谢 父亲也回了队 说我才要谢谢你 此时的父女俩都明白 这次的分别将是永别了 看着女儿离开的背影 父亲终将是绷不住了 百合子听完眼里饱含泪水 可下一秒 他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悲伤 转身放声大哭起来 两人都知道 百合子的人生旅途即将结束 虽有不舍 但已知足 和爱的人在一起 三餐四季 珍惜生活的每一天 关注身边的每一个亲人 珍惜拥有彼此的美好生活 生离死别太过沉重 不如一笑淡然告别 正因为自己已经没有遗憾